這台車買了啦 真的 玩家你不會後悔的來 這是要怎麼騎了啦 跳上來 要不要滑倒呢 靠腰 要跳回去 OK 來吧 OK,不如說馬上出發,現在是3S 防滾龍呢,完完全全的保護了這一個車殼 那今天的進階試駕呢,主要是要看第一個,防滾龍 我故意一下,來,翻,唉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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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翻車 我現在第一個想要看的是,防滾龍 在保護車輛的這方面呢,會不會非常提升 那其實不用試,我也知道了,一定會有的 翹著跑,翹著跑,翹著跑,OK還不錯 那第二個重點呢,我想要試驗的是 原廠的這個所謂的自動翻證 我在新車試駕其實示範錯誤了 說明說有特別講喔,你在用這個之前 你要確保你周圍,OK,周圍這邊呢,人是比較少的 那系統的默認設定值呢,是 你把這個set按鈕長按5秒 它系統呢,就會開始做這個前後煞車 前前吹油門煞車,前吹油門煞車的這個動作 然後呢,來幫玩家做自動翻證 但是呢,它在試驗過幾次之後呢 它自己呢,是會放棄的,OK 那我們要特別注意到,我們現在是多增加了防滾龍 所以呢,是有那麼一點重量的啦 OK,那我們就試試看吧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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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大哥 放棄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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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車子完全翻證 有可能是防滾龍的影響 造成它失敗 也有可能 然後或者是草地上 可能成功率比較低 OK 那我們再試一次喔 Set按鈕5秒 快了快了 有點 還是沒有 乖乖的用腳踢 乖乖的把它翻回來 OK 所以這個 實驗證明了喔 自動翻證呢 效果很低 OK 效果很低 但是呢 第一個我要不確定的是 這個到底是防滾龍的影響 還是呢 3S電池這個動力不夠 那在開的過程我覺得 像這樣子 高速 隨便一點點轉向 一點點就好 30% 20% 你就有一個 很明顯的要翻出去的感覺喔 OK 常常會二輪 常常會跳 常常會跳 翹著 二輪跑 那 這就是我的意思 OK 這就是我的意思 非常容易就是獨輪行走 TRAXUS MAX這台車喔 在低抓地的場地 像這裡有沒有 會勝過草地 勝過非常多 好玩很多 OK 好玩很多 在這邊甩尾啊 什麼 好玩 很加分 好啦 又沒電了 對啊 又加分 沒電之前它會這樣子 OK 全油門它的輸出會變一半 OK 全油門 OK 全油門 其實喔 老實跟各位講 之前有被這邊的管理員說 不要在這邊玩遙控車 but I don't care 他今天不在 OK 除了電裝呢 是原廠 伺服機是原廠之外呢 唯一的改裝 其實喔 只有 接收器 遙控器 還有 之前幫各位拍攝過的 HR 後面 全金屬喔 全鋁合金的 傳動萬象軸 OK 傳動軸 在這邊 還有一個東西呢 我們是有加長輪坐的 OK 一邊加一公分 所以呢 寬度 增加兩公分喔 來 我要習慣一下 我要習慣 太久沒開這台車了 油門的反應 突然不會掌控了 好操控耶 這個坡太連續了 抓地力啊 好抓喔 我覺得這個抓地力 另外一半來自於 家常輪坐 唉唷 唉唷 我很好奇會壞什麼耶 我們之前壞過的傳動軸 那今天改裝了 剩下前面的傳動軸是塑膠的 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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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活著 我在攀岩嗎 斷油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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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個 唉唷 唉唷 失敗 失敗 電力不夠啦 輪胎掉了 這個是 後輪座 小問題耶 我們把這個輪子放回去之後呢 我們繼續喔 小問題 OK OK 我們繼續剛剛的拍攝喔 那 現在呢 小X喔 是有 一個前寬後載的設計 那我就不囉嗦了 煩 失敗 我剛剛應該再多一點油門 就兩圈了 唉唷 一圈了 但是沒有壞耶 來 其實你要飛得好看真的不是很簡單 真的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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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高了 OK 對 我們回來 不見了 我有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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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的避震器調整一下 OK 後面一次喔 唉唷 這好好調喔 上面有裝歐環對不對 好好調喔 OK 走吧 我們把彈簧加硬之後 車高抬高之後 再來 繼續喔 極限挑戰 OK 偏了 你看看不到車就是有這個問題 真的會偏 真的會偏 我覺得MAX的極限到了 OK 唉唷 輕胎耶 喔 馬達線喔 這是要怎麼騎了啦 跳上來 要不要滑倒呢 靠腰 要跳回去 OK 車殼 塞進來了 小問題小問題 然後馬達線 喔馬達線脫落 小問題 完好無傷 好啦我覺得這樣夠極限了 不要再往高空了 我覺得這樣子玩已經很極限了 要習慣一下要習慣一下 好啦 超不壞就不要硬來了好不好 冒險家 這台車子喔 耐用度 不錯了啦 也不是所有玩家買這台車 都會像冒險家這樣子玩對不對 這是避震器的問題 OK 太硬了 所以就很容易翻車 唉唷唉唷唉唷 好啦 我覺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真的差不多了 你也有卡住的一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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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除草機嗎 OK OK TRAXUS小X 冒險家呢 非常 算是非常推薦 非常推薦 非常推薦 車體結構非常耐用 實際呢 測試給各位看了 OK 我們今天呢 要來做TRAXUS VXL-4S的 電子變速器 中立點設定 那什麼是中立點設定 基本上就是讓你的電子變速器呢 去認識你的遙控器 有兩種情況會需要這個設定 第一個是你更換了 這一支原廠遙控器 第二個是 原廠遙控器的部分呢 你切換到了50-50 70-30的這個 我們所謂的油門比例喔 什麼是油門比例 基本上 原廠設定呢 是50-50 你會有50的前進 50的煞車 那是平均分配 你也可以切換到 往下一個 70-30 那你會有70的油門 OK 你會有更多的距離 去掌握你前進的速度 還有30%的煞車 OK 但是呢 不要被這個數據呢 給錯亂了你的思想 30%煞車 不是降低了你的煞車力度 只是在你手指上面的距離呢 有做這個 距離上的調整 但是呢 煞車力度呢 是保持不變的 我們要知道 Villennium VXL系列的 這個電子變速器喔 你在設定中立點的時候 它的反應呢 是非常快的 OK 基本上呢 中立點設定 我們要先按著 這個主要的開關 其實電便上面 一整顆喔 這麼大顆電便 只有這麼一個按鈕 我們要先按著 那它會從 綠燈 閃一次 轉到紅燈 轉到紅燈的時候呢 我們記得 油門要全推到滿 OK 所以呢 我們先按 我們先按 綠燈 按住 紅燈的時候 油門全滿 紅燈閃兩次 全剎車 接下來會綠燈一直閃 我們放掉 接下來會紅燈的跑馬燈 伺服機會動一次 完成了 OK 所以Villennium VXL4S的中立點設定呢 是非常簡單的 只有一點要注意 那因為Villennium這顆電便呢 它是使用一顆按鈕 這個所謂的這個 開關的這顆按鈕 來做設定的 那它的燈號的這個反應呢 是非常快的 很容易呢 誤判 誤讀 所以說 一定要在 抓對的時間 去做這個設定 那如果還不熟練的玩家 按這個按鈕啊 等這個油門的時機啊 讓人家建立一個 最好的方式 就是把你的四顆輪胎 拆下來 再來做這個 中立點的設定 這樣子 最起碼 當你如果 不小心設定錯的時候呢 車子爆衝 你的車子不會整來跑走 OK 只會馬達高速的運轉 那 這一次的影片呢 那我們就先到這邊 這是一個非常快速的 中立點教學 誤我發現喔 油門在摳對時間的時候 這個跳得更好跳耶 OK 讓它穩住之後 再扣一點油門 呵呵呵 好好玩喔 對啊 袁製 我真的要說它的避震器效果 真的很好 OK 這個避震器效果我太喜歡了 很稀啊 OK 整個很稀 哎唷有有有有有 好好好 冷靜點冷靜點 OK 冒險家冷靜點 好一點 哎呀 OK 真的是 嗚嗚嗚 欸欸欸不要翻囉 所以你在按它這個功能的時候 如果你介入的話 它的整個這個過程會被取消 OK 嗚嗚嗚 真的是沙地的話很好玩 沙地玩很好玩 OK 真的 我覺得你在沙地的時候呢 會完全的感受到TSM的輔助 是甩尾車吧 真的是大腳嗎 好帥喔剛剛那個動作 唉唉唉唉唉唉 還是很失敗 喔 煞車很有力耶 煞車非常有力耶 所以你上跳台的時候你不能打任何一點轉向 不然TSM就介入了 那他介入的時候呢 整個車子就會歪一邊 OK OK 就會 很容易的造成所謂的單輪 單輪找 單輪找地喔 喔好穩喔 還蠻穩的耶 OK OK 漂亮真的很漂亮 整體上很耐操 OK我們看到這個結構的部分喔 真的都還不錯 那一樣非常簡單 OK 扭90度 翹起來 車殼 抽出來 非常簡單 OK 非常簡單 那馬達的溫度 還蠻清涼的耶 3S而已 所以就是 呃 這樣講啦 45啦 55 50不到 50不到 還蠻清涼的 畢竟有一個大風扇在這邊吹 呃 電便的話就是 40以內 控制都不錯 都有兩個大風扇在吹 那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記得 按讚 留言 加分享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啦 See you